大家好,我是林佳南海徐少林,大家好 哇,我以為是少林寺的方丈來到現場了 大師,你好 需要算命嗎? 沒有,沒有 少林寺沒有在算命的 有啊,爸爸是算命的 爸爸是喔? 耳朵木,有誰一點 所以就是買EP可以免費諮詢 可能只能折200,因為爸爸滿貴的 他比較貴 好啦,其實剛剛講到剛剛的那一首歌 要不要先跟大家介紹一下這一次的EP 講到頭銘也是剛剛在唱跳的那首主打歌嗎? 是,對不對,信自己 呃,我的手上EP叫做信自己 然後主要呢,就是想要告訴大家要相信自己 就是如果16歲的那個我呢 如果遲疑了,或者是沒有優酷這個節目的話呢 我覺得我一樣會繼續的堅持下去 然後不會放棄 就是相信我自己選擇這段道路 所以從來沒有遲疑過 所以這個三支三首歌呢 都是我自己有在去掌握很多 比如說裡面很多的詞 然後包含到一些故事線 然後到包含之前的選曲 然後信自己 算是我這個十年所有的一切都在了裡面 就你的所有的累積 累積的點點滴滴酸甜苦辣 對,全部都在裡面 所以其實這樣子你在聽自己的歌 或是表演自己的歌的時候 會不會有點小小的心酸的感覺 不會,每次在表演信自己做歌的時候 你會覺得特別的亢奮 亢奮嗎 可是其實你出道的過程也算是精彩啦 十六歲就開始參加比賽 對不對 那個時候是什麼樣的一個過程 十六歲的時候 剛好是因為我讀莊敬高知表演書課 然後剛好有一個機會 可以去模仿羅志祥 然後就參加這個節目 那在這個節目裡面呢 有兩位評審 一個是聖峰老師 那聖峰老師就是對我讚譽有加 對 那後來就是一位郎祖雲老師 因為我自己是學高人書科出身的 所以蘭菇老師他對我的話就會變得特別的重 我覺得他就是在提醒你啦 對 那那個當時蘭菇說了什麼樣的話 蘭菇有說 他當然也有稱讚我的表現 但他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演藝圈已經有一個羅志祥 他不需要第二個 所以他就問我說 那這個徐少林在哪裡 是你將來的功課 這功課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 對 到現在還在學 還在找 哇 那其實 這個 因為我們都是喜歡跳舞的 然後他有幾個元素很欣賞我 第一個就是 因為其實家裡的感情一直是我的敗禮 就是我對我們家人是很糾結 所以 就是說爸爸長得不像羅志祥 很糾結 好吧 不過有錢蠻糾結 沒有啦 就是這個 都是想要孝順 是 然後也讓我感動到很多 因為以前學跳舞很叛逆 會不回家 然後跟家人吵架 可是 就會去省思 那小豬是不是 也是一樣的角度 然後包含到 他講過很多話 就是說堅持比努力更可怕 每次想放棄的時候都會 想到這句話 對 當然有很多影射 就是 我會 看他的節目 或是一些 談話性的 他會講很多勵志的宣言 對 然後時不時就會覺得 嗯 那我再堅持一下 對 其實 在那個 資訊 我覺得那個時代算是 資訊還沒有那麼發達的情況下 對 很多人就會去 抨擊 去罵 是 那個時候我之前好像網友最嚴重的是說 要不要叫你去看醫生嘛 要去吃藥是吧 對對對 那時候當然是 在家裡抱著整個哭啦 難過了很久一陣子 是 那回想起來都很好玩 好 那這樣子 也過了十年嘛 那十年過後 你現在有什麼話要對 郎姑說 嗯 郎姑老師 就是很感謝你 當年給我的這個功課 雖然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 才把這個功課回饋給你 但我覺得我算是 做到了 如果沒有你當初的這一席話 可能我就 跳跳舞 可能就沒有在模仿羅斯巷了 甚至可能就打工了 甚至就是我的人生可能會不一樣 所以對你是充滿的感謝的 謝謝郎姑老師 好 其實郎姑老師非常的關心你 他今天在拍戲 不然他也是親自要到現場 去替你加油 那這樣子 這樣講 其實現在這個功課的聲音 已經幾乎 消失了 對 大部分都是說我是追星楷模 然後 哎呦 變楷模了 因為有大部分 也是喜歡 可能豬哥那麼多年 也有十年的粉絲 他們就沒有想過有一天可以 呃 站在小豬的旁邊幫他辦舞也好 或是跟他一起合作也好 所以他們就覺得很感動 我這份追星的努力感動了他們 所以現在沒有粉絲在罵我 哦 哦 所以這個過程其實是很精彩的 但我知道還有更精彩的 就好像一剛開始 要學舞的過程 對對吧 爸爸幹嘛離開 爸爸現在進不下去 他想離開 對對對 好 這個就是因為以前 跳舞沒前途嘛 對 其實以前小時候家境不怎麼好 所以他們就會覺得說 花那麼多錢讓你讀書 就想讓你有一份好一點的工作 是 那那時候我剛好有一份還不錯的工作 我在百貨業上班 哇 所以其實 那薪水很高 對薪水蠻高的 就是如果業績有到的話 其實薪水是蠻高的 但是那時候為了跳舞 就果斷的放棄這個工作 然後還不斷的跟家裡拿起 哦 所以是 但我知道爸爸有講過一句很嚴重的話 說跳舞不能到飯吃 是吧 對 我覺得找到平衡是很重要的 那我就是在 不斷堅持我的夢想的情況下 沒有放棄跳舞 我中間找到了一個平衡點 對 既然不能當飯吃 那我就找一份工作 配飯吃 所以把跳舞當成配飯吃 對 把跳舞當成我的小菜 那我一樣吃白飯 我一樣吃得飽 我一樣在做我喜歡做的事情 對 我知道那個過程當中是因為 人體是要 要不要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怎麼會這樣子 嗯 因為其實在餐廳打工 一個月只有三五千 其實真的是不夠生活 然後再加上家裡那時候比較狠 他就是斷絕我的生活費 希望我醒悟到跳舞 是沒有出路的這件事情 但是我覺得 我還是找到了一個方法 就是 我去做了藥物試驗 是 他那個藥物試驗是這樣 就是醫院會徵招一些白老鼠 然後你可以去 然後吃藥 然後抽血 然後住院 大概花你三天到五天 但是就可以有兩三萬的收入 所以那個時間 你其實是家裡不知道這個過程 對 家裡完全不知道 然後你好像還要去醫院 住醫院的那個時間 還要跟媽媽講說你是去 什麼 露營還是去度假 去朋友家 去朋友家 有一些試驗它是要 測試你三天的血糖變化 然後它會規定你幾點要睡覺 然後吃的東西 所以那個試驗 比較嚴苛 就要住在那三天 哇 好想說 或是 比較容易失眠 或是 就是 我自己能夠感覺出來 有一陣子身體狀況特別差 所以我也花了很長一段時間去調養自己的身體 調養自己的身體 那這樣子好了 一開始其實家裡是不知道的 那這個過程後來是怎麼 才讓 先讓媽媽知道 再讓爸爸知道 其實就是有一次媽媽 翻了我的招替 她以為可以翻到什麼 黃色書康 結果翻到了一個藥物試驗 其實翻到黃色書康 也是應該年輕 是在科技發達 所以我翻到那個藥物試驗 所以媽媽就知道 但是媽媽不敢跟爸爸說 爸爸 就不怕她自己也拿一堆血壓 要試驗自己的血壓 對啦 所以那時候其實是蠻辛苦 是後來有一次有機會 對 然後參加了一個台灣的一個 比較有代表性的比賽 叫做HHI 然後拿到了冠軍 有機會去拉斯維加斯 為台爭光的時候 爸爸才脫口而出 機票貴不貴 然後贊助你一下 鬆口了 就是終於願意幫助我這一刻 其實媽媽已經私底下 跟爸爸講很多說 你再不讓你兒子贊助他機票 我怕他會去試驗更多的東西 對 結果變蜘蛛人 變超級英雄 好其實我覺得這都算是在 少林出道的過程中很精彩的一些 真的是人生不見得會遇到這樣的 有趣的事情 蠻有趣的 好 那當然 那我有沒有完成我當年的功課 我始終覺得差一點 然後還好有優酷這檔節目 這就是街舞 對 我就毅然決然的去參加這個節目 然後走到了40強 成為修樓梯戰隊的一員 然後在舞台上大聲喊 我是徐少林 從那一刻 我還是覺得差一點 還是覺得差一點 因為我還是羅志祥修樓梯戰隊 徐少林羅志祥什麼 我覺得差一點 是 所以 後來我用 也謝謝家裡的贊助 我有一個機會 用自己的名義 跟羅志祥一起合作 開了一間舞蹈教室 叫做修樓梯舞蹈學校 對 為什麼要叫修樓梯 不修電梯修水管 因為羅志祥的英文叫修樓 然後他的team 所以叫修樓team 所以就修樓梯 原來取英文名字真的很重要 對對對 那時候呢 我始終覺得差一點 所以我籌備了一年的時間 從一個不會唱歌 然後沒有做過這件事情 然後努力去嘗試 其實我很感謝我的製作人 溫靜和老師 因為我不會唱歌 所以 他一步一步的帶著我錄音 然後教我怎麼去創作 教我很多事情 沒關係 你叫他跳舞就好啦 那時候也會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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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自己不太喜歡跳 開玩笑 開玩笑 那當然也很感謝溫靜和老師 然後整個結束之後 直到這張一批新自己 我才覺得 我完成了 我是徐少爺 但是做這件事情 也不是說 我想要出道 我想要當藝人 我有多了不起 我只是完成了一個自己的功課 然後我叫自己鄰家男孩 我沒有說最新唱跳歌手 我沒有 我希望我是鄰家男孩的原因是因為 我就是像那種隔壁鄰居的男生 這麼的普通 然後也有可能 你身邊就有這樣的阿迪亞 這樣的朋友 他很喜歡跳舞也好 或是很喜歡畫畫 或他很喜歡什麼也好 就是不要放棄去堅持自己的夢想 我希望我的角色是去激勵所有有夢的人 然後他很辛苦的時候 他可以看看我的故事 對 去激勵到他 好 又愛又恨 因為他非常的嚴厲 他非常的嚴厲 我參加就是街舞這個節目的時候 因為我明明我們認識 對 可是他不輕易給我毛巾 因為他這個人很公私分明 就是他覺得你表現好 然後他才會把毛巾交給你 代表是給你加分 而且他對自己人更嚴苛 是 例如說有一次我們在排練的時候 這邊很多dancer 他就問了一句 這個是dancer的嗎 就是是不是他們公私的 這個不是他沒罵 雙罵這個 是他們公私的 所以他對自己人特別嚴厲 所以在他身上 就是很難得到一句讚美的話 所以也很感謝他不斷的刺激我 然後不斷的激勵我 然後也給我說過很多鼓勵的話 例如說好像林家男孩這件事情 對 他也有跟我討論過 然後我也有把我的三首歌給他聽 當然他聽到的反應低了一次 不行耶 但我知道他是為了讓我更好 讓我去不斷的檢視 因為 當我這個東西出去 一定會有很多的朋友說 少林你很棒 媽媽也可能會說 少林你很棒 但是 我就是需要像豬哥這樣監督我的角色 就是有兩極不同的聲音 然後才可以讓你更好